我去找你 腾飞 陈老 你说得办 看他们还能怎么样 好 你放心 行了 你去忙吧 有什么消息 随时通知我 好的 陈老 我先回去 陈老 你就这么相信李腾飞 但万一 行了 志秋 连你也认为 我这么做 就是相信他吗 那您什么意思啊 照你说的 万一李腾飞和于彭月 相互勾结 我们又花高价 买了周延百分之五的股份 而杨新伟 又把自己手里 百分之五的股份 卖回给于彭月 那我们不是白折腾了吗 到时候 李腾飞 还照样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我还是那句话 做成一件事的机会有的是 看不清一个人的机会 可就太难了 是 你现在去办两件事 一 是让李腾飞和杨新伟 尽快地把手里的股份 转到鱼精投资 二 是让飞飞 再去催催周延 再给他们施劲打压力 我倒要看看这于彭月 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您放心 我这儿继续办 好 确定吗 确定吗 好的 我知道了 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 交易取消 他们不卖了 谁不知道他们找的那个人 就是一个谎子 关键是咱们白白错过了一次 收购他们的好机会 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啊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陷阱陷阱 我怎么就没看出 我看你就是那个司马懿 被于彭月唱的这个空真记 给吓人了 既然是陷阱 当然不会在明面上 我还是那句话 于彭月不可能做 没有意义的事 这小子指不定什么事 在后面等着呢 来 老爷 别站着 坐 问点事 什么事 说实话 你不觉得周延突然间卖股份 这事有点蹊跷吗 他缺钱 卖股份有什么奇怪的啊 但以我对这小子的了解啊 他平时没什么话销 怎么会突然缺钱了呢 而且还是这么一大逼 除非 这为什么 除非有人在利用一些事 在逼他 郭明总 你们快去见这个新闻 哦 我 北漂生活网 CEO李腾飞表示 将高价收购FB股份 李腾飞 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 耍我是吧 你怎么解释 你笑什么呀 傻梦 明显的贼很捉贼 看不出来啊 可你是说这条新闻 是余蓬月自己编的 八九不离十 真不是你 老爷 老爷 我知道我们俩理念上是有分歧的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也不一样 办急于嘴是正常事 但即使有分歧 那也是工作上的事 我对你人品没有过质疑吧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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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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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刚才有点急了 你看都 都是这余蓬月这小的多缺德 你差点让我误会好人 你别生气啊 那你们帮我分析分析 余蓬月对外宣布我们要收购她 她想干什么呀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堂课 叫公共关系课 那老师讲得真好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总结出来的几条 公共关系理论 其中第一条就是 同情弱者 是中国人的天性 你的意思是说 余蓬月这么做是在示弱 可是给谁看呢 生意场上是讲究买长不买跌的 谁吃她这一套啊 从一个新闻还看不出来 不过我敢肯定 好戏 马上要开始了 听说北漂房客网要被林家收购了 真的假的 那咱还能免费出租房子吗 北漂房客网不是搞得挺好吗 怎么要被收购了 好像是生活网下来推手 暗地里搞了小动作 不管怎么说 都是有钱人玩的游戏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收购又不是再也没有了 文章都发出信了 都发出信了 按照您的要求 几份稿件 一个批词一个批词发动 有什么反馈吗 目前还没有 不过倒是有几个朋友 向我求证西门的真假 你怎么说的 我回答得很幻想 高层的事我不清楚 对 就这么说 告诉大家 都别乱叫舌头 谁问起来就说不清楚 别咱们自己做得去 咱们自己陷进去 我跟大家就是这么说的 不会有人乱伤 那余总 论坛上的事怎么办 什么时候起来 就今天吧 注意 别弄太过了 放心吧 我做了好几次了 门清了 当初还说这种手段咱们少用 看来是不用不行了 这个余蓬月 可真能折腾 我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 见过多少企业的一把手 哪个不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此撑着面子 一旦露出自己的软肋 就会被狼盯上 好吗 坐 上游的提条件 下游的提交求 平时追着你放贷的银行 天天催着你还贷 就连那些比你小得多的竞争对手 都敢扑上来咬你一颗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我真不知道他是太笨了 还是太聪明 我倒觉得余蓬月这么做完 有他的道理 这能有什么道理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 这样的话 就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 而且他也的确成功了 现如今他利用水军的引导 让大家觉得 拥有一个被漂防可网的老账号 是一种荣誉 而且也的确给他带去了不少的力量 你说 怎么有那么多人就那么的傻呢 这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是为了向大家表明 其实我们对他们很重视 从而抬高了自己的身价 抬高身价 那你觉得 怎么才能破这个局呢 其实破这个局 并不难 看来 你早就想好了对策 您不是常说吗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好 滕飞啊 你放手去干 我支持你 我老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花花肠子 我是搞不懂啊 我就做好我的伯乐 让你们这些有本事的千里马 撒花去吧 陈老 你过去吧 那好 既然这样 你去忙你的 过期日子 我要回上海待一段时间 智秋啊 你帮我准备准备 是 陈老 那陈老 我先回去 好 陈老 您不会真觉得里头飞说的有道理吗 我怎么听着都是歪理的 说说你的想法吧 他会不会和于彭月是商量好的呀 说具体的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吐死狗碰的道理谁都知道 一旦北漂房客网完蛋了 那他李腾飞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那么精明的人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 他和于彭月偷偷勾结 暗中放水 养贼自重 不要猜疑 说证据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多少次 我们把于彭月逼到没有办法 无路可走 可那小子总能想出新招来 还次次打在我们的软肋上 这要是没有内部人士的配合 他能办到吗 还有上一回 如果听我的建议 我们这边的三个股东 一起管于彭月要分红 我就不相信他北漂房客网 还能坚持得住 这又是让李腾飞给压下去了 再说说最近的几件事 那就更奇怪了 于彭月怎么知道 我们和于晶投资的关系 那肯定是李腾飞 在签协议之前就告诉他们的 陈老 我本来能输出也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也就输了 谁拦着的 还是李腾飞 别听他分析来分析去 当初要真输了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现在的北漂房客网就该兴致了 哪里还轮得着于彭月在这里 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菲菲那天不是说了吗 李腾飞和于彭月表面上老实潮 私底下好的能穿一条裤子 我上大学那会儿就这样 那天不还一起喝酒来着吗 说什么 合作愉快 还要再说了 今天说的这些话 不要对任何人讲 明白吗 明白 我不在的时候 一定要把李腾飞给我盯住 你来干吗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 张晓航 张总 这位 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张律师 这位应该认识不用介绍了 这位呢是我们公司 停停停停 你到底要干吗呀 怎么了 前台没跟你说吗 我是来谈收购FB公司的事情 余总 他刚才没说啊 就说是您的老同学 想找您聊聊 聊天有带这么多人聊的吗 你多弄脑子好不好 李腾飞 李腾飞 你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是正式来谈 收购FB公司的事情 怎么 新闻没看啊 网上报纸都已经登了 我告诉你李腾飞 这家公司我卖给谁 都不会卖给你 没关系 我当你想聊的时候 再来聊 这个是我拟好的协议 有兴趣的话 给我打电话 对了 如果他敢开除你的话 记得来找我 好 对了 喂 小月 今天晚上是我妈的生日 我想请她吃个饭 找几个朋友热闹一下 你能一起来参加吗 你放心 只是吃饭不探公事 而且我还叫了 子善和杨子他们一起 李总 至于周延和郁峰月 就算了吧 这段时间还是别刺激他们 谢谢啊 谢谢啊 我妈在北方市 没什么认识的人 你要顺外的话 她一准特高兴 那行 我马上把地址发你 你先忙 李总 找我 今天晚上 帮我把老刑约出来 老刑 你又约她见面 不是我 是你 你约她一起吃顿饭 然后把她带到 这个地址 去 行 只要有啊 她欠我一个大人情 肯定给她约出来 那太好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你带给她 好 另外 等等之后 你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 和她随便聊些什么东西 之前公司的一些事都可以 你要想办法 让老刑注意到我们这种 明白 明白 孙婷 给阿姨买的花 谢谢 紫禅和阿姨呢 羊子去接了 刚刚来电话说 路上有点毒 对了 你这么早就下班 余碰月 不会介意啊 能不能别提她了 我可不想下班 还满脑子工作 好 那八小时之内是工作 八小时之外 咱们就是生活了 那我就 以茶代酒 恭迎王大律师的到来 好 来 来 别开心点 咱就别吃饭了 我都订好了 就在那儿 来 来来来 你看你这人真有默契 非得吃饭 有什么可吃的呀 我老黄 你要是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只要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兄弟我一定帮你 你说现如今咱们两家的关系 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我跟你吃个饭 万一让我们同事看见你 多不合适 哎呀 老邢啊 你说你老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公司归公司 这兄弟归兄弟嘛 咱俩吃个饭吧 你怎么吃 为什么 老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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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一直吃 没什么 阿姨说呀 我也不输意的 真的 你别老板这个脸行不行啊 你吃个饭 你怕人家看见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没准啊 过不了多久 咱俩又在一块了 你说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呀 我们公司啊 很快就要拥有你们公司 大部分的股权了 好 我家里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老邢 不是 我菜还没点呢我 老邢 叔叔 多久到了吗 你看一下 什么事啊笑这么高兴 杨子他们快到了 正好 大家好好聚一聚 你想啊 自从紫山搬走之后 大家真的没有在一起 好好吃过饭了 是啊 这几个月你都跟你妈 在外面租房子住 杨子还总回家 你们连见面都很少 更别提起来吃饭了 是啊 你说咱们怎么变成这样 你跟余蓬韵 你们俩都 喂喂喂 是谁说的啊 咱们不谈工作的事 好好好 我忘了我忘了 不聊 不聊 杨子 杨子 来了 来了 妈 阿姨 阿姨祝你生日快乐 太疼了 谢谢 谢谢 你上桌吧 上桌 坐坐 阿姨坐 我坐里面了 好 花给我了 妈 好 你也要走 老邢 我 我哪儿做得不对吗 我亏待你了吗 这个公司里谁走我都能想得通 你走我想不通啊 余总 我也真的是没办法 你别跟我说什么 你回家照顾孩子 回家结婚 买房的离公司远之类的女人 其他人都已经说过了 余总 您是个好人 操持着这么大一个公司不容易 说实话 这些年龄对我真的不错 所以 所以哪怕是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 我也没想了一看 我就是想跟您共进退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 您是个聪明人 您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聪明了 我相信 就算是咱们这公司没了 您也一定能够东山再起 一定能够再次出人头地 可我不行啊 我没您这倒子 我笨 我之前在您这儿 也就是给您跑跑腿什么的 承蒙您这么待见我 让我坐到这个位置 这些年 我跟您长了不少见识 积累了不少经验 可创业这事我真的不敢想 我这后半辈子 也就是照着这条路走下去 靠跟人打工混口饭吃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能明说吗 余总 我跟了您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我是了解您的 所以我也就不想跟您逗圈子 有什么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知道您想把咱这公司卖了 卖给李总的 真到了那天 我们这些老员工 可就成了后娘养的 公司解不解散的 谁也不知道 可真的如果合并 到了北漂生活网 恐怕就没有我们的力追之地了 老邢 你可不可以动动脑子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把公司卖了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把它卖给李同飞了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那些新闻都是咱们公司放出去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网友们 能够激发起他们的怜悯之心 还有他们的好奇心 从而增加咱们网站的曝光度 都是假的 假的 可那天李总她 她就是故意诚心过来搅局 我根本就没想会把公司卖掉 我根本就没想到 余总 您要是这么说 那可有点不够意思了 我不够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哪不够意思了 好 那我就什么都说了 我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周延周总 干什么事都是心不在意 每天上班除了对着电脑发呆 就是打电话说什么 钱马上到 还有王律师 以前对工作多负责任的一个人 可最近对咱们公司的事 也是不闻不问 前些日子 我管她要了一份之前的合同档案 她居然给了我一份错的 您说这要是搁以前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所以你就觉得我要把公司卖掉 所以你就觉得 我把所有的员工都蒙在鼓里了 也不全是 隔之前我绝对不会想到您会这样 可那天晚上 哪天晚上 那天晚上怎么了 那天晚上怎么了 那天晚上我看见您让王律师 私下里去见了李总 我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 你懂吗 你说你亲眼看着我 让王律师跟李腾飞接洽 什么时候的事啊 您要是真让他去了 也不会让我知道不是 那如果不是您让他去的 那可就更糟了 如果现在王律师也站到了他们那边 咱这公司现在可能都不姓余了余总啊 您将来一定是个大人 您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小人物生存有多艰难 要是公司还能撑起解刑 可是您看看公司现在这个样子 好在之前那些老哥们还没忘了 准备拉我一把 如果我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恐怕也只能拿一笔浅森费 让人家扫地出门 他们都跟我说了 一旦咱这公司被收购了 之前的老人一个不留 老乡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好 余总 您就别再为难我了 老乡你别这样了 我不为难你 真的 我不为难你 话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谢谢你 谢谢你这些年为公司所做的一切 谢谢 走了 真的 真的 我不乖你 保重 你 Part 习总 不乖 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有什么 连行经理也辞职了 肯定是公司出事了 他们当头的知道得早 一个个都跑了 是不是北漂生活网 收购咱们公司的事情 是真的呀 那我们怎么办 我每个月还得交房租呢 大难临头各自飞 我看哪 我们也早点做准备吧 我已经在投简历了 可是最近经理管得太严了 我有好几个面试都没去成 有些公司啊 可以视频面试 而且都是跟老板直接谈 不好意思啊 您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 不太符合我们的贷款要求 余总啊 不是我们付款 是别的公司还欠着我的钱 我也没有办法呀 喂 FB公司嘛 你们租的服务器和宽贷 下个月可就到期了 还去不去啊 对不起 余总 不好意思啊 你现在辞职到了 还有我 对不起 余总不好意思 对不起 还有我 我 谢谢 我 你是 亚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余鹏月 您看上周咱们谈的广告项目 这周咱们能不能找时间把它给签了 什么 您不打算签了吗 不是 为什么呀 刘总 那些都是谣言 好吧 没关系 理解 理解 咱们下次合作 再见 余总 好 怎么了 去我办公室说吧 来 还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余总 本来公司这个月账上还有一百多万 不过因为最近离职的员工比较多 按照和大家之前的约定 只出了一大块 作为去年应发的奖金 还剩多少 二十多万 就只够这个月的工资和各项保险 公积金了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是 咱们马上要要缴下半年的写字楼租金 也是二十万左右 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公司的账上实在是有困难的话 工资晚发两天 大家也不是不能接受 还是先发工资吧 大家在北方市生活不容易 其他的我来解决 好 余总怎么说 你们放心 按时发工资 余总真是个好人 可惜啊 谁都看好余总的人皮 但谁都不看好公司的未来人 我听说小李他们 等着发了工资就要辞职呢 真的 可惜啊 人各有志吧 我看那余总现在真是够可怜的 那咱们办公室的租金怎么办呀 余总说他会想办法的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广告客户都快没了 哪儿来的钱 但愿余总能想出办法来 行了行了 都算了吧 去工作吧 这些人 这些人 就知道他自己那天少舅舅 这就是人之常情了 说实话 我觉得他们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反正我是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 就算是彭叶哥哥赶我走也不走 绕一架 你呢 我啊 我现在就走 我现在就走 进 余总 余总 这回又几个人 现在 挺好 比昨天少 那个 余总 其实 是四个 还有余总是我的 知道了 余总 出去了 我 走啊 还有什么好说的 走吧 是我 赵老师 我来是想跟你说 我从事务所辞职了 连你都觉得我撑不下去了 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还怎么撑下去啊 公司里都人心惶惶了 你怎么就那么大信心啊 公司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真的应该要好好反省反省 下个月起 你不用再付事务所服务费了 真便宜你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傻啊你 你傻啊你 我 偷远哥哥 你被逼疯了吧 陆宇姐姐是不是也抛弃你了 少丫头 你若有点最放心不下的烟就是我了 好 好 佟飞啊 我在上海这段时间你做得非常好 这样一来 余烹月算是自作自受 人心离散 之前你那篇启动收购北漂房客网事宜的新闻通稿 我看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当初没有北漂房客网 北漂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不必害怕前进 需要担心的只有止步步前 这句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谢谢陈老 我只不过是阐释一下客观实施 志秋啊 我在呢 什么 这方面你得好好地跟汤飞学学 你看啊 一篇新闻稿 一次登门拜访 加上几句闲话 就巧得余烹月那边是鸡犬不宁啊 这就是本事啊 您放心 我一定会跟着李总好好学习的 嗯 好 时间不早了 我就回去了 陈培啊 早点打败你的敌人 越早越好 您放心 我一定会的 我送送您 嗯 继续盯着李承飞 掌握他的一举一动 陈老 您是不是又发现什么了 现在还不能下结婚 不过他干的事情 确实是雷声大雨点小 看着 每次都能占到便宜 可哪次对余烹月 造成了致命打击呢 就像你说的 也许他们俩 真的勾结在一起了 我说了吧 您这一次一避李登飞 李登飞 又让余烹月吃鞭了 可估计过不了几天 余烹月又能想用新办法 再一次闲鱼犯 这 不行 您就瞧着吧 这一招他们已经玩了好多次了 我们双方是真的 你死我活刀光剑影 可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候 余烹月总能华线为宜 这要是他们之间 没有什么猫腻 这又怎么可能呢 长老 余烹月真的说了 是在签合同之前 李登飞告诉他的 看他的样子 像是说漏了嘴 虽然半截改了口 可一听就是这个意思 余烹月实际上是希望 我们高价收购 本来能收周延 那百分之五的股份也就收了 谁拦着的 我不同意准了 还是李登飞 当初要真收了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现在的北票房客 我就该兴致了 余烹月准备把之前的一份 股权转让协议拿出来 让他重新发挥作用 我说李总 你这不是傻吗 余烹月跟李登飞说 合作愉快 菲菲那天不是说了吗 李登飞和余烹月表面上都是成 私底下好的能穿一条裤子 上大学那会儿就这样 那天不还一起喝酒来着吗 说什么 合作愉快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余烹月也许早就意识到 北漂房客王会遇到 什么量级的竞争对手 所以才故意让李登飞脱离出去 另起无遭 表面上看处处在跟他作对 实际上呢 是在借我们的力量 把市场做大 这个余烹月还真是个好编剧 李登飞也是个不错的演员 陈老 既然这样 咱们不能养苦迷惑 是不是赶紧把李登飞开了 别急 事情还没有到哪一步 一来我们的猜测还没得到验证 二来 我还想看看 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不就是多花点钱吗 钱我花得起 总有一天我会把花出去的 连本带立地拿回来 再去查一遍李登飞的背景 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明白 您放心 这件事交替我办 这秋啊 日久见人心 我希望你是一个有心之人 那我明白 陈老 陈老 你不可以 他都在哪儿 他都在哪儿 你不见得 唐飞啊 妈 唐飞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这是 来 坐下 坐下 这么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没有 就是有点想家了 我出来好几个月了 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走 你到你自己儿子这儿 麻烦什么麻烦 我求之不得了 每天就盼着您来看我 可是我总来公司找你 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啊 放心吧 不会的 来 儿子 刚才我在楼下 看到你们公司的叶副总 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 我听到他们在说你 说什么 说什么我也没听清楚 但是感觉很严肃的样子 没什么 最近呢公司有点麻烦事 大家都挺着急的 放心啊 那叶总送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那是我们董事长 董事长 他 他叫什么名字 陈护生 妈